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近日出台新规,明确要求全局所有在编在职工作人员均需将因私出国,见证件上交集中保管,此次规定在中共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再紧一扣。 新京报5日报道,北京市纪检监察网发布消息,住市人社局纪检监察组积极督促使人力社保局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作人员因私出国,见证件管理的通知和工作人员因私出国,见管理战情办法。 该办法规定,全局所有在编在职工作人员均需将因私出国,见证件上交集中保管,无一例外要建立因私出国,见证件保管,使用台帐确保因私出国,见证件管理全程留恒,对聚不上交因私出国,见有效证件的工作人员清洁严重地给予处理。 对于因私出国,见证件的在编在职工作人员,该办法要求其本人签订纪律承诺书,承诺在国外期间一旦出现违法违纪行为,由本人承担直接责任,因私出国,见申请需经各处事各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即检监察部门和机关系为审核,新规规定,任何涉嫌违法违纪人员在问题查清之前, 军部与办理因私出国,见手续。 该办法在中共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再紧依扣。 港媒证明杂志曾在去年9月号报道,据中纪委内部通报,至2016年6月底已有余期, 000名现任汉乙里退休中共党政干部及国企高层现处及以上干部向中纪委等有关部门交代自身违规违法行为上缴非法所得财产, 其中包括2000多名现任及已退离休省部的听词, 举于党政高级干部初步统计这些财产是值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 报道还提到,中纪委、中组部对这些自首贪官制定了5条规定, 其中第五条要求一律上校护照,出入港澳特区通行政工作护照由中纪委和中组部保管。 洛官一词最早来自于2007年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嘉裕的落骂, 随后大陆媒体及公众把持生意人在中国大陆老婆子女君在海外的中共官员形象地称为洛官。 据中共官方的落官监管调研报告显示, 38%的公职人员认同配偶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 对这一问题公众的认同度为34%,2%46%的公职人员认为其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 其中审部级司局级现处级均超过半数53%,3%53%,4%51%,7%且官职越高越认同落官。 香港动向杂志2012年曾引用中共官方内部权威机构所做的统计调查结果竟发现九成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 2015年5月16日,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燕文。 在中共党媒战文公开承认显示中共官场中有官员身在曹银欣的汉家属钱财转移到国外随时准备跳船。 据委级简密曝光,中国大陆看官在瑞士银行有5000多个人账户,其中三分之二是中央级大员,从副总理一级银行行长部长到中央委员,很多人拥有账户瑞士。 此外,在香港工作过的局一级官员大部分也有瑞士银行账户。 长期以来,中共官员吸款外逃事件时有发生。 调查发现,这些人大多数都是裸官,其中级别最高者包括前中共中央委员云南省委书记,中国电力总公司董事长高岩,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树光,陕西省镇杰副主,习旁家喻等。 近年来,中共裸官外逃现象日趋严重,级别也越来越高。 每年至少捡走国家资产2000亿美金。 据中共官媒报道,加拿大和美国曾是中共贪官最初的首选的,如今欧洲发达国家现已成为中共贪官们出逃汉置业的新乐园。 今年8月,中国级险监察报披露。 2012年浙江某县人房办前常务副主任郭勇军向官方上交了假护照后,仍多次出国未被发现。 郭勇军的亲属在欧洲经商在德支县纪委调查其问题后,郭勇军迅速持真护照,实施外逃计划后在机场被追回。 报道指郭勇军企图外逃事件显示当地防逃责任及官员证照真为何实施,是在走过场。 早在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项机密调研结果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中共外逃党政官员、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主外中资机构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一万六千至一万八千人, 期待款项达八千亿元人民币。 此前,中纪委曾预计2013年非法资金外逃将达一万五千亿美元,比2012年急剧上升百分之五十。 大陆体制内专家辛子林透露,中共内部调查显示,中共高层随时准备器官出逃的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中共已到网党边缘。